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實驗室安全的部分 那就是在單元的一之一 那首先呢 我們要進入實驗室之前 一定要先來思考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 其實做實驗室是一個很愉快的事情 但是它也充滿了許多潛在的危險 過去有很多新聞 有報導這個國中啊 因為這個同學呢 不小心打翻了這個酒精燈 結果造成了火災 那或者是呢 不小心呢 碰觸到硫酸見出來呢 造成它必須要吃皮 那還有呢 有一些是因為 把這個藥物呢 混合的次序搞錯了 造成了爆炸 或甚至有 因為這個玻璃碎片的原因呢 所以造成了割傷 所以其實 雖然實驗室是一個追求真理的地方 但在同時也遣遣了許多潛在的危險 那到底有哪些的危險呢 我們知道這個實驗其實 第一個 可能會有爆炸的危險 因為你那個不慎操作造成壓力太大 就造成了爆炸 那其實很多東西都可能造成爆炸 比方說這個濃硫酸 或者是高壓的氣體 或者是燃燒的火焰 在BB空間下的燃燒 都有可能造成爆炸 那第二個呢 可能會造成這個火災 如果不小心把酒精神打翻了 這時候可能會蔓延的 那應該怎麼處理呢 所以這是火災的部分 那還有一些酸鹼 一混合在一起也會產生高溫 那也是一個危險 那第三個呢 可能是因為爆炸 所以或者是因為打破了玻璃 所以造成割傷 玻璃的割傷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酸鹼 其實這些東西都具有很強的腐蝕性 能夠造成人體的危害 或者甚至中毒 所以有些是有毒性的 有些是重金屬有毒性 那有一些酸鹼的話是 可能強酸強鹼會有這個腐蝕性 強酸跟強鹼等等的 所以其實實驗室要注意的東西其實蠻多的 那還有什麼呢 主要就是這個方面 還有呢 可能我們用到插座 那插座呢 像之前就有發生過的同學把鑡子 插到這個插座裡面 那這個就會造成的 可能會有 你要被電到 那可能會休克時光 所以呢 可能有這個用到電源的問題 電源有可能造成這個受傷 所以這些等等都是有可能潛在的因子 那要如何避免呢 其實第一個就是你要遵守安全守則 SOP 安全守則 安全守則 這安全守則並不是給同學寫來 好像是 好像不關我的事 其實這些守則是非常重要的 那遵守這些守則是為了保護同學的安全 避免受傷 所以遵守安全守則是很必要的 所以待會我們會來介紹安全守則的部分 那如果發生了之後怎麼預防 怎麼處理呢 其實呢 如果真的不小心發生了 那也同學一定要冷靜 沉著 要冷靜 那大部分國中的實驗呢 其實呢 如果比方說 你遇到強酸強減的腐蝕的話 記得就是大量的沖清水 大量的沖清水 或者是不小心吃到 喝到那個濃的這個鹽酸 那你可能就要 就喝牛奶也是可以來處理 那或者是說呢 這個不小心把酒精燈打翻了 那沒關係 趕快拿濕抹布把它蓋上去就好 所以呢 那務必要冷靜不要尖叫 那你要想一想我們上課所學的 然後用最正確的處理方式 就可以把這個危險跟災害降到最低 那我們就來提示同學幾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事項 那進入實驗室呢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項呢 進入實驗室 其實實驗室呢 它是一個 充滿了可能有毒有害的物質的地方 所以呢 尤其是我們在做實驗的過程中 可能會產生一些氣體 那這些氣體呢 可能會有些毒性 或是有揮發性的物質 所以進入實驗室呢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要把窗戶打開 你要打開窗戶 讓這個空氣可以流通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空氣是我們衛生的很重要的基本 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注意一些滅火設備的地方 要注意 哪些地方有滅火設備 或是像有些實驗室有所謂的 防火毯 一個毯子可以把它 把火蓋上去 好 所以注意一些像是滅火器 也有呢 像有一些實驗室有所謂的 衝鈴設備 就是它 只要適合那種大面積的 可能是被強栓撫侵蝕啊 或是有火等等的 所以呢 滅火器 還有呢 這個沖洗的設備 沖眼睛的 沖身體的 沖洗的設備 好 畢竟做實驗就是安全第一 那第三個呢 你要閱讀 這個安全守則 那有哪些事情是很危險的 危險事項 好 就是要特別注意 就是不要去做 第一個 嗯 就是 實驗室的東西 都不能用嘴巴去藏 因為 你不知道它的潛在的危害 那有些像重金屬 你吃下去可能會對你的神經啊 造成永久的傷害 所以第一個呢 潛物 飲食 好 也不要亂藏一些藥物 野兔 藏 藥物 藥品 藥品不要亂嘗試 不要用嘴巴嘗試 那第二個呢 這是嘴巴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 就是 呃 如果要聞那個味道呢 注意要用 這個山紋 如果 呃 我想要聞一杯 藥 那我就拿奶 不是這樣子在吸 要這樣子 隔一個距離 用山的方式 可以避免那個 你的嗅覺受到損傷 所以呢 用 三文的方式呢 去 去聞味道 三文的方式 去聞藥品 有些 比方說你要聞一些 呃 像是酒精的味 氣味啊 或是紙類啊 那些味道等等 最好是用三文的方式 用手去刪 手刪文的方式 聞藥品 比較不會有危害 那第三個呢 當然就是呢 要 呃 非常專心的做實驗 因為其實做實驗呢 很容易有些危害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打翻了 你可能會造成別人的受傷 所以要非常專心的做實驗 不要打鬧 不要打鬧 要專心 綁好頭髮 不要亂飄 那麼呢 有一些實驗呢 可能要戴上護目鏡 那你就需要 那你就需要 有一些可能會有 噴溅的 一些現象 就要戴上護目鏡 那你這也是要注意的 那 第五個 那我們在使用那個酒精針的時候呢 注意就是 不要在底下 墊什麼 書本 有些時候你覺得太高太低 那 不能用 你要去調整那個鐵架的位置 高度 但是不要拿書本去墊酒精 或是 你拿 課本呢 把那個酒精呢 圍起來說這樣 比較會被風吹倒 其實這就是非常危險 可能會造成你的戰 所以呢 要正確的使用酒精針 正確的使用酒精針 不要墊 墊這個書本在下面 或在旁邊 OK 好 那麼呢 最後還有一點就是 在做一些像是這個 試管的實驗時候呢 不要跪著的人 因為這可能會造成受傷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那個 試管的人會噴出來 所以試管的口不要跪著 試管的口呢 對 那最後呢 那最後呢就是做完實驗的時候 同學一定要好好的把這個環境 恢復成原本進不到實驗室的樣子 這樣可以方便下一個人使用 那另外呢 如果那些廢棄物呢 不同的廢棄物最好是必須要集中處理 比方說如果用到硫酸銅啊 這些有一些重金屬離子 那就是要集中處理 那如果你是用強酸強檢呢 你可能要先教給老師 然後老師要做一些中和 然後再把它稀釋 才能夠排放到這個 洗手槽當中 所以呢 這個廢棄物呢 必須要做好分類的部分 然後呢 清洗玻璃、氣淋 還有呢 打掃地板 要把它弄乾淨 不要讓東西在地上 所以這就是實驗室的安全 基本上同學如果遵守這些原則呢 你就可以非常安全 而有效率的完成你的實驗